哈喽大家好,我们是异世界 你知道眼睛多重要吗? 我们的眼睛是一扇窗户,决定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视力表现会影响工作的方式,周遭环境的连接方式 探索世界的方式以及日常生活方式 但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受访者对于常见的眼疾 如青光眼、白内障、不顺任自己、不加留意 而根据国外研究报告显示 损失视力即关节炎与心脏病后70岁以上的老人 第三常见的慢性病 虽然大多人都害怕失明 但不多人重视如何预防眼疾 我们查阅了许多相关新闻及报告 让我们更了解眼疾 也让我们知道眼睛疾病是不可忽视的 创作理念 我们采用了五个中老年最容易患上的眼疾 藉由我们的设计来去全心诠释这些疾病 眼睛也是可以变成设计的一部分 也倾而去传达从小保护眼睛的重要性 虽说不能完全抑制眼疾发生 但我们能做好基本的保养措施 来达到减少发生的几率及严重性 主视觉动态海报 我们分别为青光眼 黄斑部病变 白内障 视网目玻璃 老花眼 这五大眼疾来进行设计 以眼睛球体的构造 来设计出视觉差异的效果 以动画的方式也贴近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去跟大众做互动 青光眼 青光眼是由于眼压异常而导致的视神经萎缩 视野逐渐缩小 是一种会持续进行的视神经疾病 中间的QR Code即可进入网站连结观看眼睛的动态效果 以及眼睛相关解说 白内障 白内障 白内障是因为眼睛水晶体混浊而造成视力缺损的疾病 症状包含彩度降低视线模糊产生光晕 老花眼 人的眼睛老花是自然的过程 看进入时视物变得模糊 特别是在光线不足之下 问题会变得更明显更严重 视网膜玻璃 视网膜玻璃是因为胶状玻璃体出现变化 会看到一大片黑影 或看动息时出现扭曲变形 视力减退或色泽改变的成像 红斑部病变 红斑部病变是一种慢性疾病 主因是老化和基因遗传 患者致眼睛中央视力减弱 但周边视力并不受影响 宣传库卡设计 库卡的视觉呈现一种未知生物的样貌 同样套上眼睛的视觉 仿照生物标本的方式进行排版 宣传DM设计 以轻中重症的视觉等级来做排版 更加了解视觉疾病的问题性 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 我们利用的主视觉来去延伸系列周边 以上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大家